我想要求選舉的收支 透明化 我們過去一直都是這樣做 我本身就是一個專業的政治工作者 從過去到現在 參選過總共兩次的紀錄 完完全全都是透明 那我在上次立委選舉的時候 有一點點結餘 我成立了一個這個 核幼案城市論壇 這個論壇是一個長期經營的網站 其實是在告訴台北 未來它發展的方向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Google搜尋一下 核幼案城市論壇 或者是姚文治翻台北 結餘的大概兩百多萬的金錢 全部都投資在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同時還連續在兩年暑假 辦了這個核幼案 邀請國際的學者來討論未來台北 到底該怎麼做 那我所說的核幼案 其實我一直有個概念 就是台北是因為淡水河發展起來的 我不叫它西區 它其實是台北的老城區 台北的舊中心 這個舊中心就是淡水河幼案 那其實談到這個問題 我其實有點擔心 有點羞愧 因為如果公佈我所有的財務 其實是很不好意思 好像隆北洋探籍 那麼過去曾經有一個例子 我其實只有一棟房子 跟我太太共有 但是 因為它剛好土地的持分呢 那在這個區 有三筆 那個區有三筆 不過湊起來是一個房子 但是被媒體報導 我有六筆土地 所以這是 我覺得很不能接受的 那我希望未來這個政治獻金也好 我們所有政治參與者的財務也好 完完全全的透明 收入跟支出都公開 我也絕對奉行不易 而這只不過是基本政治的要求 是